接下來是這三個 399的摺疊收納箱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應該記得去年我也有拍過這樣子的影片 一樣是 布丁狗跟美樂蒂的那一個封面 今年 摺疊收納箱 還是有他們兩個 只是他們兩個換了造型而已 加上了一個 馬來摩 所以這一次總共有三款的摺疊收納箱 首先我們先來看美樂蒂的 大家現在應該對摺疊收納箱已經很熟悉了 而且是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家裡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你應該會常看到他們家都有摺疊收納箱 只是造型不一樣 那他這一款呢 很明顯就是粉紅色的美樂蒂款 超多美樂蒂的 各種各樣的造型都有 上面這個蓋子的部分當然就是 最核心的圖片 蓋子打開 裡面就是這一次付給你的東西 抽獎券 跟 果凍包 熱蒂的果凍包 這個粉紅色的顏色很好看 更像螢光色的感覺 這個 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 他的這個果凍包我最喜歡 這個小小的 粉紅色果凍包就跟美樂蒂一樣 粉紅色的 方塊酥 可樂果 金軒 孔雀捲心餅 巧克力棒 半坨珠 半坨珠 裡面就沒有了 好女生喔 你看他還多了一個髮箍 你看他還多了一個髮箍 可樂果 就成年人 你想要擁有一款折疊箱的話 那你就可以挑馬來摩的這一款 因為他上面是黑色的 然後下面這邊這個綠色有點偏 莫蘭迪的綠色 這個綠色很舒服 彩度不會那麼高不會那麼鮮豔 看久了就很舒服 就像我們家的牆壁 我們家的牆壁的綠色 就跟他 幾乎是一樣的 這個馬來摩的造型 每一面都不一樣 而且有點像 現在要解封了 大家都要出國玩了 一個空姐 還是空少 這個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 飛機的那個窗戶 從窗戶看到外面的樣子 馬來摩搭飛機 這很明顯就坐在飛機裡 這很明顯就坐在飛機裡 馬來摩在飛機上面 這一款 就是在引用你要出國了 打開 這個蓋子是全黑的 滿天心 可樂果 乖乖 小饅頭 堅果 燕麥棒 金軒 抽獎券 冬包 每一款果冬包都會搭配他這一次的主要色系 像布丁狗就是黃色的 美樂蒂就是粉紅色的 然後 推測是黑色的 然後他這個馬來摩因為他的身型是綠色的 所以他這個果冬包也是綠色的 可是他的馬來摩 因為他馬來摩是黑色的 所以他特別上了一層塗料在這個果冬包上面 所以他的果冬包跟其他款式的比較不一樣 其他款式就真的是 很透明的 就只是勾勒他那個 卡通圖案的 邊邊而已 可是他 就把他馬來摩的黑色塗滿 塗好塗滿 這個就很明顯看得出來是一隻馬來摩 我覺得這個也還蠻好看的 這六張抽獎券 就是後面這六個卡通福袋裡面的抽獎券 都是紫色的 看一下有沒有不一樣 剛打開了有不一樣 對我拿一張給大家看就好了 對因為都是明顯會顧 他上面都會有一組序號 就是讓你可以去收300萬 再來就是三獎到九獎 好明顯會顧 可是下面 他有三個合作廠商的優惠券 補獎跟異業優惠是原本 如果你買全家200塊福袋 裡面就會有的東西 可是他 這一個卡通福袋裡面 他多了一個 肖像福袋加碼優惠 只是看起來每一張都一樣 全家卡通福袋今年 有跟他原本200塊的福袋 再多做出一點區格 抽獎券 他就多了一個 For這個卡通福袋裡面 才會給你的優惠 那另外就是 抽獎的部分 卡通福袋的序號 參加他那個 100萬加碼的抽獎 399的折疊收納箱 其實 也叫做折疊收納凳 可是我就是 念的不順 我都念折疊收納箱 凳呢就是 大家常說 他是可以坐在上面 他的這一層坐墊 其實還蠻厚實 而且感覺他那個棉花 蠻厚的 不會讓你坐久了 屁股會很硬 做的是很舒服 然後是 很扎實的 他去年這個凳子的材質 也是這麼的好 今年還是一樣很好 然後多了一個馬來摩 可是去年裡面呢 其實有蠻多小東西的 可能有 紅包袋啊 筆記本 可是今年沒有了 他今年就是換了一個 果凍包給你 然後那個果凍包呢 是這六款福袋裡面 都有的 這個推車 真的很好用 今天朋友也托我買 可是買不到 真的很難買 我跑了好多家都沒有買到 所以 最後才會是歐帕騎摩托車 把他載回來的 你沒有跟到團扣組的團 那你就去跟全家的團 不是全家的團 你就直接去跟全家買 對去找這一款 這一款真的很搶手 如果你要算價格的話 你就自己再去算 划不划算 只是我 目前周邊 試掉的結果都是 不換 大家最想要擁有他 再來 這兩個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不是我買到瑕疵品 還是大家的也一樣 他的 籃子的部分 沒有那麼的漂亮 那你們的籃子 是不是也長這樣 還是 只是我買到的比較 沒有那麼漂亮 這六款卡通福袋 他都是做 收納型的 他都可以展開 然後還可以收納 也是因為這種 多功能型的東西 會更增加 他的話題性 還有吸引大家的注目 就是全家今年推出的 六款卡通福袋 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 按讚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content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